140克的普通面粉 用墊子秤 秤60克的开水 再加40克温水 搅拌均匀和成面团 挪成面团之后我们用小碗盖起来 20分钟之后再来揉一遍 接下来我们做油酥 40克的软化黄油 Baking soda 1 2 咖啡勺 80克普通面粉 揉成油酥团 揉成油酥团之后 包好 放一边备用 水面皮醒了20分钟 我们把它拿出来揉光滑 我们把面揉光滑之后 再放回到盆里 盖上小碗 洗面一个小时后再操作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分一下红豆馅 昨天刚炒好的绿豆沙和红豆沙 我们做两个绿豆沙 6个红豆沙 每个馅料30克 准备好之后备用 面团饭饭 面团醒了一个小时了 把它移到案板上 撒一点干面粉 直接分成4份 放盆里备用 接下来处理油酥 油酥我们也分成4份 下来处理油酥 混圆 稍微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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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圆 准处理油酥 准备好4个之后 我们按顺序 从第一个开始做 撒一点干面粉 擀成一个大饼 然后从一边卷起 这样就准备好了一条 擀出来4条 然后从中间切开 我们就得到了8份酥皮 我们一条条来操作 肉酥的开口捏好 把两头捏在一起 摁下去 再擀成小饼状 包入红豆沙 或者绿豆沙 红豆沙绿豆沙馅的做法 我也有拍过视频 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摆入烤盘 生饼皮准备好之后 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里面装一点水 再放一点干面粉 搅拌成这种面粉糊 然后用刷子在小饼上面刷一下 再撒上白芝麻 可以一面蘸芝麻 可以一面蘸芝麻 也可以两面都蘸 水没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烙小饼 预热电饼蛋 用平底锅也是可以的 电饼蛋预热好 放油 放入小饼 油芝麻的一面 先放入小饼蛋 先朝下面 盖上饼蛋 炒盐儿 炒盖子 油肝麻的一面 拌饼蛋 盖子 盖子 地板 馅饼火太急了 看薄饼 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掰开来看一下 外皮酥脆里面绵软 咬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芝麻跟红豆的香味 这款小饼做红豆馅绿豆馅都是可以的 或者其他你喜欢的馅料 做起来很简单就很好吃 你也赶紧试一下吧